根据科学家们的探索,地球已经存在了有大约46亿年的时间,在前面的大约40亿年前,我们几乎一无所知,而在大约5亿年前的寒5G,地球突然涌现出了许多生物,让这个星球瞬间充满了生机。 对于谈5G之前,地球是否有生物,科学家们争论不已,很多人甚至认为,地球经历了这么久,不可能只有我们这一波智慧生物,甚至可能有其他的智慧生命。 也有人认为,早期地球环境太过恶劣,恐怕不适合生物生存。 而最近,科学家发现,早期的地球虽然表面看起来比现在要恶劣,但海洋内部的环境可能反而要比现在还好。 长期以来,科学家们对早期地球的表面环境一直争论不已,有的人认为当时的地球表面充满了熔岩,火山不断吞发, 十分恐怖,也有科学家认为,那时候地球表面极其寒冷,全球各地都是始终被冰雪覆盖,没有一丝生机。 最近,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团队,对次适应到25亿年前的太古咒时期,地球环境进行了研究。 有人会问,这么久远的事,谁知道呢?还不是靠菜和小? 当然不是,地球的环境变化,会导致地球上物质形式、形态的变化。 其中变化最明显的,就是碳元素。 碳的比较常见的循环形式,就是火山中喷发出的二氧化碳进入到空气中, 然后逐变成的地面,在海沿或其他水中形成碳酸,然后可延时发生反应,形成碳酸的沉积。 类似的,还有很多元素,在地球表面会进行循环。 在它们的循环过程中,空气中的一些分子会被运输住。 由到今天,成为科学家了解古地球的重要媒介。 在研究后,该团队则出结论,地球最早的生命要比现在的生命顽强。 它们出现的时候,地球还处于一个在人类看来是炼狱的环境。 过了几亿年后,地球开始降温,进入了太古咒,这段时期的地球,恐怕是几十亿年来,随时核生物生存的年代了。 科学家表示,那个时期的地球海洋,温度长期处在0到50度之间,TH值也很好地控制在6.27.7的范围内,基本属于中性。 这项研究的结果和方法,可以很好地被利用到探索起外生物的工作中去。 在经过了潘雨季后,地球的气候开始反复变化,有时含氧量极高,出现两米长的巨型蜻蜓,三米长的巨星马路。 有时含氧量过低,大型动物纷纷灭绝,地球几乎只有植物在默默地守护,有时温度过低,猛马向横行。 而现在则是温度过高,大量北极熊死亡甚至有灭绝的风险。 地球经历了早期天般地覆,风吹雨打的岁月,坚持了下来,繁衍了生命。 反而在生命兴盛的今天,遇到了危机,不知道今天的环境,地球是否还能适应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